在美国刚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时 伊朗就小事牛刀 向以军驻扎的戈兰高地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 没曾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 却遭到了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 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只能记下这个暗亏 随后美国执意牵管 热怒了所有的巴勒斯坦民众 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冲突随之而起 让人意象不到的是 这次以色列军队竟然会对巴勒斯坦民众开火 不但惹恼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就是连一向向着他的西方国家也沉默起来 唯恐避之不及 在这种局势下 伊朗终于再次有所动作 当地时间5月22日晚 伊朗再次向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发射了90多枚火箭弹 给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基地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同时 其已经开始秘密地资助巴勒斯坦境内的武装组织哈马斯 作为以色列的死对头 哈马斯组织一度让以色列感到头疼 在前两天哈马斯对以色列城市的袭击中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数量巨大的火箭弹 有媒体认为 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伊朗提供 订阅他енто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